谢阳廷一个新闻就是 他被推荐要去担任大法官啊 共产党民进党五权分治 在大法官有四位出缺的情况之下 然后总统府就公告 请各界推荐 谢阳廷自己的智库呢 自己的执行长呢 就推荐了谢阳廷去担任大法官 几个分析的点啊 几个分析的点 第一个大法官会议是用来干嘛的 大法官会议是用来解释法律的 很多法律可能有疑议呀 很多法律可能有争议呀 然后呢这时候呢 就交由大法官来解释法条 所以大法官是用来干嘛的 大法官是用来解决 解释争议 解决争端的 但在我看来 谢阳廷本身 就是一个争端的 他就是一个走动的争端 走动的争议 如果争议这两个字长出脚了 长出头脸啊 然后变成一个人了 就长这个样子 谢阳廷光是人在大法官会议里面 请问一下 你会相信大法官会议是公允的吗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法律素养的问题 谢阳廷这么多年来 他都是政治人物啊 他还可能在法律这边 法学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专研 或是在法律实务上面有什么 就是不断的经营啊 不断的贡献 有吗 没有 他就是个法律师出身的政治人物啊 然后只有政治人物 这40年干完之后 回头去说 他法学素养非常深厚 他很适合做大法官 What the fuck 你在攻撒小 第三 从政治的角度 我觉得新文化基金会 真的非常恶心啊 我今天早上刚好出门之前 看到新文化基金会的林耀文执行长 然后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 他讲 他讲什么 他讲说 因为觉得谢阳廷的法律素养 跟他的人格特质 非常适合担任大法官 我看了之后 我早上还没吃早餐 我不想会吐出来啊 你在攻撒小 是你林耀文的人格特质 推荐谢阳廷出任大法官 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就是拍马屁 舔屁眼的人格特质啊 恶不恶心啊 此期四 这不就成局的翻版吗 民进党就开始在铺牌 铺牌卸任 就是即将政权 可能轮替 又或者是说 起码可能 起码总统要换人了 在铺牌 不管是从上而下的 又或者是从下而上的 从下而上的 在铺牌很多 你知道 开始塞人啊 开始找人 找退休去处啊 然后开始 开始继续吃干抹净啊 所以他就是准备 在帮自己 准备驻日的生涯 即将结束了 再帮他找退休的去处啊 大法官一旦 一旦就任之后 他可以干八年啊 够了吧 基本上 就是一个退休去处的概念啊 就是帮他 随便塞个位置啊 这件事情很可恶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国家都是你民进党的养老院啊 你们不管那个职务是不是需要一些专业 你们不管那些职务是不是需要一些亲旺 你们不管那些职务是不是需要一些尊严或是一些素养 什么都不在乎啊 能塞就塞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 名副其实的 能捞就捞 能混就混 台南黑金查到 光电深水区 女检察长突请辞啊 这是这一阵子比较大的消息 包括这个谢龙健 也对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深远了 大家可以去谢龙健的脸书上面看 总之呢 就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叶淑文呢 他突然在突然请辞啊 那根据我掌握到的消息 其实就是呢 他可能会被调职了 他可能会被调职了 所以呢他觉得委屈了 所以与其被调职 于是呢就抢先请辞 抢先请辞 那为什么会被调职 这就是水深不见底之处啊 88枪正在正在侦办当中 然后呢正在侦办 就是正在侦办当中 然后还有台南政府议长案 卢渣案 陈凯玲的贪毒案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案子大家不要忘了 是谢龙健来台北开记者会 然后呢巨状去告发的 黄伟哲本人的灵骨塔贪毒案 起码有五大案 都正在侦办或是已经起诉当中了 结果你在此时挣钱换将 要把他调走 要把他调走 他委屈啊 觉得委屈啊 我根据我掌握到了一种说法 已经开始有黑手了 不必去查 不必去查 办到郭再卿就可以了 不必去查 甚至没有办到邱莉莉啊 我们早先不在讲嘛 邱莉莉跟黄伟哲他们还出国 到日本去参访 名为参访时则去玩啊 邱莉莉跟林志展 不用收押 然后呢直接飞到日本 检察官帮忙解释说 不认为有逃亡之语啊 什么鬼啊 是吧台南是不是很精彩 台南就是这么精彩啊 那现在有一篇报道 现在有一篇报道 就讲说 在媒体上面 这个案子也开始攻防了 叶淑文 叶淑文 因为 因为即将被调职 所以他辞职明治 但是呢 现在在 现在在媒体上面 已经开始出现 那个很明显 看得出来 可能是出自法务部 或是起码是要 要洗地的一方 的说法 就说叶淑文办案不利啊 当然这各中 各中 黑手介入多深 到底谁在操纵 然后呢 有没有办案不利的地方 这个我没办法 现在跟大家讲的 就是完全 完全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讲的 讲得很清楚仔细 但是很明显的看到 这一局 很多力量都进来了 在媒体上面攻防 在司法上面攻防 又想要戳掉这件事情 往大一点讲 为什么很多人都讲说 什么 什么 赖清德 哎呀怎么样啊 这个不得了啦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不信公里换不回啊 台南还是这样搞的 赖清德 我的龙心之地啊 还是一片压压屋啊 你告诉我 他总统之路会一片顺风顺水 我是很怀疑啊 我看你这种东西 是很怀疑啊 好